《鲁智深武松增悟》的三个梁山好汉,一个小人,一个独人,一个不算人。 《金圣坦》是明末清楚的文学批评家,对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的评论,见解独到,往往一针见血,令人拍案叫绝,成为后人研究《水浒传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。 《金圣坦》评价梁山好汉,鲁达是阔人,凌冲是毒人,梁智是正人,柴晋是良人。 鸾小七是快人,李逵是真人,吴用是杰人,花容是雅人,卢俊逸是大人,史秀是锦人。 宋江与这些人恰恰相反,是侠人、干人、薄人、歹人、厌人、假人、呆人、俗人、小人。 顿人,按照金圣坦的说法,宋江就是一根,扔到大街上,都没人捡的废柴,但这根废柴却成了梁山之主。 一百多条好汉,大多数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,而凌冲毒在哪里,李逵真在哪里,笔者也没看出来。 在笔者看来,凌冲还算不上梁山第一毒人,他不但不毒,而且还显得有点菜,有点面。 一百单八将中谁的心肠最毒,大家心中想必也都有感称。 今天聊一聊鲁智生武松都十分厌恶,而不愿意招惹和结交的三的梁山好汉。 他们分别是一个小人,一个毒人,还有一个似乎不能算人。 水浮原著中鲁智生能跟宋江说笑,武松也曾跟宋江结议。 但是这二位好汉跟吴用却一句废话都没有,可以说毫无交集。 这种看似怪异的情况,其实很好理解吴用才是梁山第一毒人,鲁智生正气凛然。 武松江胡老道,都知道跟吴用过从甚米不会有好下场。 宋江做人还稍微有那么一丝底线,他终一家话说多了,做事也就有所顾忌。 毕竟事实都言行不一,会减了威望。 而吴用这个科举之路,走不通的乡村学究,此可以为了公民立入舍弃一切。 很多人都说宋江是投降派,这一点无庸置疑,但宋江却不是最大的投降派。 他也曾梦想携染徐扬江口,也曾笑过皇朝不丈夫,而且他要投降,也只肯投降大宋朝平。 吴用的投降才是最彻底的。 辽国欧阳侍郎到梁山君昭安,吴用不但认为纳斯说得极有道理,而且还窜斗宋江叛逃。 我想欧阳侍郎所说的这一席话,端得是有理。 若论我小子于义,弃宋从辽,岂不为胜,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。 经学泰州学派宗师李卓吾,看了吴用的诚意和表态,给出两句犀利评语,做身份可验。 我道这人不妥当。 吴用这人岂只是不妥当,他简直是太过歹毒,他私下里鼓动宋江叛宋投辽。 说话却是两头堵。 为何说吴用的心肠比宋江还独,宋江想拽谁上山,吴用肯定能想出绝乎计。 瞎参谋烂干事,行军部阵远不如神机军师诸武,但要论坑人害人,使罢而梁山之上。 吴人能出其右,鲁之身和武松,都是眼里不柔沙子的好汉,对吴用的鬼欲伎俩,自然是十分不屑,但又不得不防。 所以他们对吴用避之唯恐不及。 金圣叹说李逵是富贵不能赢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去的好汉。 但是在鲁之身和武松看来,李逵却是被宋江八十两银子收买,一心想当将军。 既软怕硬的泼皮无赖,无底线真小人,所以他们喝酒,从来就不招呼李逵参加。 李逵吃下难看,不仅表现在餐桌上捞别人玩鲤鱼骨头吃,还表现在为人处事上。 鲁之身和武松虽然豪迈,但毕竟穿心血不采脏东西。 鲁之身和武松厌恶甚至忌惮无用和李逵,他们最憎恶和鄙视的,应该就是挨脚虎王鹰。 这丝简直就是郑关锡和大西门庆的合体,挨脚虎王鹰五短身材,一双光眼,形貌争容性粗鲁。 贪财好色最强良,王鹰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,说他不算人并不算刻薄。 至于他是一只什么鬼,大家都懂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。